这一讲咱们来看一个肃杀小局 仙人指路追中炮 双正马 黑方选择横拘 红方就进炮 封这个局 一露头就打回老家 那红方中路空闹闹 黑方顺势充足 赏盘头马 中炮盘头马横拘 是天大雷劈的绝配 下面红方不是杀服 而是进兵 申请炮打服 黑方一看可能都笑了 你不打我都冲 足有根你敢杀吗 对不对 红方不敢杀 腰队 那交换一户 黑方先手捉炮 抢了一线 红方反手一将 下面平局中炮 在进局 啃向 黑方不想丢项 只能平局保 进炮打局 那很明显 败打 必然得子 红方 大优 但是原谱 走得匪夷所思 浸泡 黑方一合计 浴火被重新点燃 禁足 一招两用 一 你杀足 人家打通居路 威胁底下 你再打局 黑方正好是对桌炮 爽的 不要不要的 交换而已 对不对 红方 看向 代行 只能退市 在浸泡 准备来抽这个菊 黑方抓紧 把菊躲起来 在菊点下线 貌似 索雷 绝杀 那又不能进市 挡这个菊 闻工 对不对 公园 藏了沃虎 大爷 威震 八方 一步平足 妙不可言 就说 你敢 索雷吗 我代行 抽菊 向其沙发 多如牛毛 要说 大道之谨 唯有 二郎 探母 公园 大爷 当场 懵圈 然后 带走 拜拜